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联教练 杨诚大诚 欢迎观看今天的解惑节目 那今天是小朋友的专场 所以说今天挑选的球友都是接小朋友 然后看到我们国家有这么多的小朋友能够热爱这场运动 我觉得我还是很开心的吧 因为现在在球外里面打球 明显感觉到年轻人太少了 都是一些平均年龄至少30岁以上的吧 像十几岁二十岁的年轻人真的太少 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这项项目 然后先讲讲第一个小朋友的这个动作 第一个小朋友其实发力不错 然后呢 我有说过前期 就是小朋友的这个基本功架拍是很重要的 我希望呢这个小朋友能够在家里 在父母监督的情况下每天就是架拍 架拍 90度拍边向前 把架拍先练好 一组五分钟每天练三组 你这样坚持一个月 你的动作就很漂亮了 然后还有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 一个是架拍的问题 还有第二个问题 打完球之后头不要往那边甩 打的时候应该去迎击 去上去迎击他打完之后 放松向前 你的小朋友的头不要往边上甩 这一点我希望这个家长能够好好监督一下 看一下这个问题 第二个小朋友是一个女生 这个小女孩的条件第一个小朋友要好一些 这个小朋友的条件来说 就是他的发力更精准一些 然后同样也是架拍还是不够稳定 每次架拍都在晃 也是一样的建议 就这两个小朋友 你们都需要去练一个架拍 五分钟一组不要动 然后多练每天练上三次组 通过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训练 把自己的架拍动作现在并行 因为架拍是很重要的 这两个小朋友你们要记住了 然后再来起初今天的第三位小朋友 第三位小朋友做了一个反排训练 我目测一下这个小朋友 差不多可能十岁左右吧 十岁左右 其实是很不应该去练这个反排动作的 因为在这个时候你还在打基础 你应该把自己的这个头顶步伐练得特别熟练 特别溜 然后基本上能够要靠自己的头顶 去来做这个动作 而不是去把反排练好 以后都不用头领去打了 那这个训练习惯是特别不好的 那当然你的反排是打得很不错的 然后整个感觉也很舒展 然后呢 球感也可以 一定是有一定的球领 但是我不建议你这么早去 过多的练习反排 把这个练习反排的精力去多练一下这个 转身回拍回来 多练一下这个 不要再去过多的去把精力花在反排训练上 因为当你的技术水平到达你的程度 你的力量你的能力慢慢成长到反排 就是一个自然发生的事情 根本不要刻意练 不要拿你的现在的一点点 小东西去读你将来的这个前途 那划不来对吧 这是我给你的意见 那今天的解惑 三个小朋友都很棒 到这里 然后我也希望更多的朋友 能够参与到我们解惑的活动当中 发你的打球视频到我的邮箱 我每周都会挑选三个球友 来给你们进行解答 好 谢谢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都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杨神大神 然后今天有个消息告诉大家 就是我现在要在武汉市 举办一个全国教练员的培训 在这个培训的课程里面 我们能够学到就是如何教好小朋友 如何教好成年人 然后包括如何预防一些基础的伤病 还有如何去运营俱乐部 怎么去招生 这样一整套的一个教练员的训练体系 然后也是我通过多方的沟通 和研究自己做的一套教案 然后有很多东西想跟大家分享 然后我希望说每个月我会举办一到两期 这样的教练员培训班 那每个月都会有 然后呢 由于要保证这个课程的质量 所以说每堂课最多就是15个人 不能再超过这个数目 希望大家通过我的微信公众号来踊跃报名 谢谢大家 更多的羽毛球教学 请关注我微信公众号 杨诚大神 谢谢大家支持